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湾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的占卜的题目呢是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 是不是还想念着你 是不是会想念你 那你们之后会不会有机会在一起 那这个对象呢 可能是你交往过 或是没交往过的对象都可以哦 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占卜的对象 那算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题目哦 好,那我们今天一样有四种宝石 给大家做选择 第一种是黄水晶 通常黄水晶都是跟财富有关系的啦哦 那我们今天作为第一种的选择标的 那第二个选项呢 是这个海洋玛瑶 海洋玛瑶是颜色看起来相当温润的一种宝石哦 好,那第三种呢 是大家很常见到的粉水晶 那最后一种呢 是黑色的黑钥匙哦 据说呢 是有这个抵抗小人的一个能量 好 现在呢 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深呼吸三次 然后一边想着某个人 想着自己 想着你想要问的问题 这个人是不是还想念着我 这个人会不会想念我 未来和这个人会不会在一起 想好了之后 睁开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好了吗 选好了之后 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占卜咯 好的 如果你选择到的是一号的黄水晶的话 让我们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呢 我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 你会这么想念他了 好 那我们看看过去 我觉得你跟他之前 其实互动上是还不错的 当我们看到圣卑尔跟圣卑八 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之前 不管你们有没有在一起过 你在和他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对你是还蛮好的 我们从圣卑尔可以看得到说 他对于你 其实在感情当中 也是有着一定程度的 我就算是照顾啦 然后对你的感情上 对你的情感上 其实是有的 而且其实在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他还蛮努力的在争取一个 一个和你之间 有更多互动的一个空间 或是更多感情增长的空间 我觉得不管是你跟他 其中一方 不管是任何一方 我觉得至少对于这份感情 在当初 其实都是有所投入的 然后我们还看到这张 可是我们看到这张 就是 圣卑奇事的逆位 圣卑奇事的逆位 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 会有 就是当初因为某些原因 导致你们之间 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 甚至有可能是 有第三者介入 或者是因为其他人的关系或因素 导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没有办法有一个 比较好一些的发展 所以他会 等于是当初的感情 遇到了一些障碍之后 就变成是没有办法往前走下去 而且甚至于是一个 误会的可能性还蛮高的 可是我觉得你们双方 应该对于这段感情 都 还有 一定程度的一些想法啦 那这个人 现在对于你 到底还怀不怀有着一些想法呢 其实我觉得他对你 还是有某一定 某一些一定程度的误会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张 善悲皇后的逆位 其实 善悲皇后的逆位 加上 这张截字牌的逆位 其实这两张代表了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他其实对你呢 存有着一些 误会 我们刚才一直讲误会 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当初可能讲了某一些话 或者是他当初听到了某一些话 对他来说 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觉得 状况是他之前理解的那样 而且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形 所以对他来说 他会觉得是 你似乎让他有一点失望 那对他而言 你是在他心里面的 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他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压力 跟创伤 跟难过 跟无奈 那他其实面对你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 此神盘的逆位 加上保健时的正位呢 其实 他面对你 还有面对跟你之间 会不会继续有发展 还有 会不会有感情 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我觉得他是有的 可是这个有是因为 他希望之前 和你之间的这个 感情互动 可以持续的走下去 他其实还蛮希望 可以跟你 有一些还不错的发展 可以长长久久下去 他还是希望 可以回到 之前你跟他 互动良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会出现 死神逆位 可是他自己 又会告诉自己 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又会出现 保健时正位这个部分 他想要断念 但是他又断不掉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对你是非常有想法 可是 他就处在一个相当矛盾的状态 到底是我现在 应该要跟你结束呢 完全不要想起你 又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是会一直想到你 然后 但是如果说 但是如果说你要 跟他有一些 多的一些互动啊 或者是回复到 之前更好的一个状态下的话 他又觉得你 之前做了某一些事情 有伤害到他 或者是有让他 对于你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误会的部分 他就觉得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又回复一个互动的话 我们有办法回复到 之前的情况吗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 有这么 正面的一个把握 他其实完全没有把握说 嗯 你们又可以回复到 很好的状态 所以对他而言 在他内心当中 充满着矛盾 而且困惑跟不解 他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为什么 你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啦 至少个人 从这个角度上面 就是排面上看来 我觉得是有个第三者 或是有别人 传达错误的讯息给他 让他觉得 你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部分上的话 可能你就要回去想一下 说当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这个误会 需要 找一个方法去把它 重新的去给 开解掉 结束掉 才有办法让你们之间的感情 变得更好 那目前的他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多感情上的对象 权杖六呢 代表着他 其实还 还蛮努力在他自己的工作上面的 而且 他觉得 反正现在全心 就是在工作上 好好的发展 自己人生的目标 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至于要不要跟你在复合 或不要跟你在 有感情上的发展 他并没有 很积极 很强烈的想法 前逼就是这样 好的 那大家比较在意的是 最后 接下来 会不会有一个发展 其实我觉得 你和他之前 不是没有机会发展 但是有一些部分 要处理一下 我们看到月亮牌 月亮牌 其实它代表一个 很强大的 一个意义存在 就是说 呃 他不是不想跟你 再在一起 或再符合 其实是有机会的 可是有一些 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 误会啊 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他会把这些 有存疑或直疑的地方 放在内心当中 他会放在心里面去 去想 然后会有一些发小 然后会阻挡 他跟你之间 有更多的互动 所以解释清楚 某一些点 让他不要这么不安 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至于呢 你和他之间 会不会在一起 我觉得 重新再见到面 然后在有感情上的发展 是蛮有可能的 我们看到 圣杯国王 跟陈碧石哦 其实 只要能够解决掉 这些不安心的地方 只要能够把 这些误会解释清楚的情况下 你和他是会很有机会 可以再有更多的一个 感情上的发展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他对你还是抱有着 很深厚的一个情感 怎么说呢 光从这两张 死神牌逆位跟 宝剑石 这两张其实这种 强烈的情绪 其实这两张 在塔罗牌当中 我们读到的讯息上 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 一个情绪 就是他不想要结束 可是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开始 而且 他不想结束 但是 他又觉得 跟你继续发展下去 可能会有 让他失望的事情 或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他又觉得说 想结束又不想结束的心态 让他整个人 非常的纠结 那这个部分上 其实就对应到 我们看到的一点 就是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真的很 对你 很有一些想法 而且甚至于 想要跟你 长长久久的在一起 因为 这两张牌合在一起 就有这种 想要长久在一起的意思 想要 让这份感情可以 稳稳的 持续的 往下的 好好的发展的意思在 所以他其实很有 这种想法的 那我觉得 这个部分上面来说 变成是你自己 要主动一点 直接一点去 跟他谈这个问题 因为 这个问题 其实原因 在你们之前 认识的时候 就已经种下了 而且 其实坦白说 你们彼此的好感 都还蛮大的 但是 我觉得是有人 在从中作梗 而且这个从中作梗的人呢 可能不是对你有意思 就是对他有意思 这个对象 这个人 这个从中作梗的 这个人 这个从中作梗 这个在中间 找麻烦的 这个人呢 其实我觉得 他对你 和对他之间呢 是 都有一些 想法存在的 只是就是说 这个感情 这个问题 很早之前 就已经 就是说 这个心结 是很早之前 就已经种下的 所以如果说 你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 方法去 把这个心结 跟这个 误会 给解释清楚的话 会导致 你们两个之间的 感情很难 就是 顺顺的发展 因为总是会有一些 不安心的因子 会出现在 他的情绪当中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的行动 非常的矛盾 有时候突然 行动很大 有时候突然 行动很小 有时候你丢给他 讯息 他会回答 有时候他 你丢给他讯息 他又不回答 所以他的反应 会让你相当的困惑 跟无法理解 所以这个部分上面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你必须要去解决掉 过去的这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 你是可以直接问他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张牌 所谓的直接问他就是 你可以把当初的 那个误会 直接提出来问他说 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相信他理解到的东西 跟你所理解到的东西 大概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听他讲 你告诉他 让他把他觉得的状况 很清楚的去告诉你 然后把这些情形 很清楚的 一点一点的跟你说清楚的话 我觉得你会很惊讶 为什么他理解的内容 跟你 理解的内容是差这么多 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是我觉得啦 就是说 你的解释 他是会听的 因为我觉得他 内心当中对你是怀抱着 很深的一个感情 所以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愿意更主动一点 去跟他把某些 误会啊 过去的不愉快 给解释清楚的话 我相信你们两个之后 再恢复 有更多感情上的互动 是有可能的 而且 他也会比较主动一点 因为只要消除了这个 在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恐惧啊 一些疑虑之后 我觉得以他的这种个性 我们在看到这边 权杖六 虽然说他现在在工作上 但是这也代表着 权杖六也在这边代表着 其实他面对跟你的感情 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他该积极的时候 他会积极 因为我们看到 圣杯八跟圣杯二在这里 所以这几张牌 都很明显的讲到 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去把这些误会 跟这些 大家认知跟理解 不一样的地方 给说开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真的是 一场误会 然后耽误了两个人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 只要愿意把这些不安 跟不开心的事情解决掉 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会恢复到一个 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继续在一起的机会 是蛮高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用爱的序与张布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一些讯息 关于你跟他之间的事 哇 这三张真的是很棒哦 来我们看第一个讯息 叫做 共度宝贵时光 心无旁骛 专心依依和身边重要的人 相处交谈 互相聆听 对方说话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 我们讲到说 你要主动一点 你要去聆听他 内心所得知到的事情 你要知道当初 是不是有人在他耳边 讲了某一些 让他误会的话 你要让他说 你要让他讲 你要让他把这些 他所听到的所见所闻 还有他弄错的地方 不要急着去否认他 你先让他把所有事情讲清楚 然后你去听完了之后 用心聆听一下 哦原来你当初是这样子 那当初最大的问题 是出在什么地方 当你们去 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也会发现 哦原来说 一切都是误会 真的是我们都弄错了 好 说出带有爱的语言 爱的话语 拥有强大的力量 可以摆变一个人的生命 包括自己 所以有爱的语言 不是只有我爱你 我喜欢你这种话 其实生活上很多的关心 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然后很想念他之类的 都是一个有爱的语言 其实当你愿意 讲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会被打动啦 因为他就是一个 需要你去打动他的人 而且有时候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读到的讯息就是 他不太容易主动 因为他对你的误会 真的有点深 所以如果你愿意主动的话 他就会跟着 会有一些反应 浪漫爱情 某位对你钟情的对象 对某位你钟情的对象 大方的表达 关心和爱 有没有 就是连这个讯息 都告诉你说 如果你真的还蛮喜欢他 对他有感觉的话 其实就浪漫一点 很多东西变成是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你愿意主动一点 多去听他讲某一些事情 你就会更了解 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某一些 不太OK的事 所以这个部分上 我会建议你就是 尽可能的去 好好的跟他 表达你对他的喜欢 我觉得很浪漫的这件事情 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个结构上面来讲 我觉得 目前你跟他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个时间 找个地点 好好的把某一些事情 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听一下他的想法 让他多说一点 然后再去一件一件的去了解 是谁在床中作梗 是谁讲不该讲的话 害你们两个有误会 那解开这些误会之后 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好吧 好 这就是选择一号 黄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如果你是选择到 二号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开出来的12张牌 我们前面看到的 圣杯酒的逆位 还有这一张是 这个吊人牌的逆位 这两张牌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前 在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感情这件事 其实当初大家可能就真的 走到最后 不是很能够走下去 或者是相处上觉得 对方真的不太会是我喜欢 或我能够接受的人 一部分来说就是 真的不太有趣啦 等于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太过平淡 因为前壁石虽然是一张很好的牌 可是跟这两张牌搭配起来 就会觉得说 你们的相处到后来 就是走到一种 平淡了无滋味的感觉 那也不能说是感情上淡掉了 而是 有时候相处上太像家人 但是你又不是说完全对对方没有想法 可是想要去改善这种 太过平淡或者是相处起来 不太有趣的关系 又不知道是什么 又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改善这样子的关系 因为像圣杯酒逆位 这张牌 还有吊人牌逆位 在这边出现的时候 都代表说是当初可能已经 也想了很多方法 或者是说 两个人可能也都忙了 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 可以去把彼此之间不开心的 一些事情给处理掉 那有时候相处上到最后 就变成非常的公式化 或者是 也没有到相看两眼 但是就是大眼瞪小眼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所以 有时候 刚出的关系就是比较 不是这么的有趣 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 走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整个就很平 很平淡 然后 没有什么起伏波折 就这样默默的结束他 然后好像其中一方提出来说 那不然我们结束好了 另外一方好像也都OK 所以这个部分上就是 感觉上当初是远近的 可是好像你也没有办法忘掉他 因为跟他之间的相处 好像也还不错 所以我们这边会看到 就是他的想法上 他现在对你的想法上 还蛮特别的 我们看到这张是 圣贝尔的逆味 我们也看到的这张是太阳 有时候我觉得他在面对你 或是想到你的时候 会不会想念你呢 其实我觉得 他并没有这么想念你 他觉得感情这件事情 好像当初就是一个 不太平衡的一个状态 然后 和你之间的感情 其实好像没有办法 再恢复一些神迹 至少我们从太阳牌逆微 跟圣贝尔逆微的这两个部分上来看 就是不能说他完全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 可是他并没有想要再重启这件事情 至少目前的他是这样的 因为对他来说 跟你之前的这一段感情上 我们会看到前必三 他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所谓的学到很多是包括相处 包括感情上的互动 他在这段感情中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他其实比较像是 把你当成好朋友 现在来 就是他觉得你带给他很多东西 然后 他也学到了 比如说很多事情 他可以怎么样的调整 假设当年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他可以怎么做 就不会走到某一个地步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们在这边看到 老见识逆微 那你会说老师 那这不就代表他对我还有感情吗 我觉得这个不太是那种很浓烈的感情 而是人在回想或回忆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应该说你对他而言 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很重要的一段感情 很重要的一个人 和你的互动当中 他可能错失了或做错了某一些事情 让他觉得他在下一段感情 或在之后他不应该这么的做 或者是他应该做某一些调整 我觉得他是一个全然move on 往前走的一个人 他会知道说 我不该去回头过 回首过往 我不太需要再去回想太多 但是你在他心中有一个分量 就是你带给他很多人生的经验 让他体会到 让他了解到 让他知道某一些事情 让他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有非常多学习 所以你对他而言 在一个感情成长的历程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他并不会 他没有讨厌你 他没有不喜欢你 他只是觉得 如果我之前聪明一点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走到 后续我们走到那个地步 所以对他来说 你带给他的是很多的成长 特别是在感情经验上面的成长 现在呢他其实 我说他没有什么想要回头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看到钱币国王跟正义牌 这两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他很清楚什么是过去 什么是现在 他很清楚 好啦我这么说啦 钱币国王类型的人 他就是不会回头 他是很硬的那种人 他就是很难回头 加上又有正义牌 正义牌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知道很多东西 也许当年是大家彼此互相都有对不起彼此的地方 那他并没有特别想要再回复到一个感情互动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当朋友比较好 其实他自己也想得很清楚 他觉得跟你之间其实当朋友比当情人也许更适合 而且他自己其实个性还蛮固执的在这一块方面 他觉得是这样 他好像就不太会去改变 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三张牌 这三张牌就还蛮重要的哦 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皇后正位 还有钱币旗的逆位 还有女教皇牌的逆位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未来可能还是有机会会有一些互动跟往来的 可能会因为一些朋友的前线 或者是因为朋友的关系 比如说你去什么同学会 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 总而言之就是你们会有交集的地方 还是会让你们碰得到面 哦 也许是别人的婚礼啊 等等之类的 那在感情上面来说 他其实对你也不会再这么冷冰冰 我觉得你在这 你在度见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对你还蛮热情的 至少我们看到权杖皇后跟女教皇另一位这两张 你会觉得他看开很多事情 他不会再回头去想一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钱币旗这一张是代表他在实际上的事物上面 他会不会愿意再去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 简单来说就是 他并没有想要有跟你在有什么新的发展 可是他在面对你的态度上 他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 也许会有一些什么绑手绑脚的状态 或者是说 他就可以很自然的跟你聊聊天 讲讲话 然后真的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感情历程当中 对他来说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包括从你的个性上 包括从你们的互动上面 而且 有一些人选到这一组牌的原因是 你们可能之间双方的家族会有一些互动关系 连结关系 可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也许你们认识也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很清楚 真的当朋友比较好 而且在一起可能真的比较不是那么有幸 有乐趣 另外一点是 我们看到圣贝尔的另一位在这边 他其实 我刚才讲到过 他就是一个固执的人 即便你们之后会有一些互动 但是他还是觉得 你们两个在感情上 是不太适合的 可是会不会就此 不想跟你有什么联系 也没有到这个地步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感情上的互动 不代表你们之间就不会往来 他觉得你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和你之间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 很平衡的一个互动 维持一个朋友的关系 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你在度跟他碰上面的时候 女教皇的另一位代表的就是 他可以跟你侃侃而谈 过去你们之间在感情上的一些事情 甚至于 这三张牌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这两张牌 女教皇的另一位加上 权杖皇后 正位 最多最多最多 就是你们有机会可以上到床 可是呢 感情上不太可能会有一些发展 就是说在肉体方面 也许在床上还会有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互动 但顶多就是那样而已 实质上面来说 你说感情上啊 要在在一起之类的 对他来说恐怕是不太可能 因为他自己 除了很固执之外 他自己心里想得太清楚 他是一个冷静的人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 你跟他上了床之后 他就好像觉得 会跟你继续在一起 没有这回事情 上床是某一些 选到这一组的牌的人 会有的情况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 我指的是 至少你们在一个互动上面 是OK的 就是普通的 朋友的互动上 还会蛮热情的 好像过去也没有发生过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甚至于你们两个是 可以完完全全都讲开的 把很多 内心当中觉得 有疑虑的地方都说开 当初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还可以开开玩笑 哈哈哈哈 就两个人之间就是 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讲开来 但是坦白来说 对他而言 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你让他学会了 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他在感情当中 有非常多的成长 但是他在 短期当中 至少我们占卜的这个两三个月当中 他是没有打算要跟你有什么 太多感情上的一个进展的 不管是从 钱币国王 一路到我们这边看到的 权战皇后 顶多就是朋友互动 最多最多就是上床 但是上床不代表会在一起 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 他自己呢 那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 简言之 简单来说 他其实对你在感情上面 就是没有太多新的想法 而且没有打算要跟你有 继续谈恋爱的一个 意思在 就上上床是某一些人 也不是全部 对你来说 对他来说 你是一个 他在内心当中不会忘掉的人 可是 那不代表 他会想要跟你 再续前缘 因为 他太清楚 你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 他是觉得 你们不适合在一起 而且他很固执的这样觉得 所以这种很固执的心态就很难改变 就是完全就是硬的 你没有办法去推动他 除非他自己哪天想看 好吗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爱的是 张卜卡来看看这个宇宙给你的讯息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三张牌 我们看到乐于表达爱 当我们表达爱就开始接受到更多的爱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爱讲的是那种 你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去关心跟关怀 如果你想要跟他在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话 其实你可以主动一点对他表达一些关心 多跟他聊聊 他不会拒绝 他真的不会拒绝 他对你其实就是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会去关心你跟照顾你 他觉得你也不是什么坏人 他没有讨厌你 他真的没有讨厌你 他一点都不讨厌你 你甚至于可以跟他相约 比如说共度宝贵时光 这张牌的讯息就是 你还是可以跟他相约 你可以好好的听他怎么讲 好好的听他怎么去聊过去的事情 你就会明白说 对啦 他自己想的还有讲的很多事情 真的是 你自己可能过去没有明白到的 或者是你自己过去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他了然于心 他可能不想要去伤害到你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讲某一些事情 可是他所观察到的东西真的鞭蔽入地 所以当你听完之后 说不定你也没有打算想要跟他在一起 你会觉得说 嗯真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当朋友比较适合 而且当朋友我们两个都会更开心 所以共度宝贵时光是还蛮重要的 最后是休息还有放松 和放松是必要的 每一个人都有休息的根本需求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面就是说 你在面对跟他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讯息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 你必须放下他 所谓的放下是 让自己休息 不要再想他了 因为其实对他来说 他已经可以放下跟你之间的某一些关系 或者是某一些想法 因为对他来说 你是一个对他而言重要的人 可是那个重要是 比较像是家人朋友的那种重要 已经不是感情上 恋爱上的那种重要性 所以休息和放松是必要的 你必须让自己放松一点 休息一下 然后去找一段新的对象 其实不用再想起他也没有关系 甚至于你在跟他聊天 讲话 互动 再见面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觉得 也不错啊 我多了一个好的朋友 心情也会还蛮棒的哦 好的 这就是选择到2号 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 如果你选择到的是 先好粉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12张牌哦 好 我们看到一开头呢 就是 这张女教皇正位 还有 圣杯 魔王 还有 这个是 宝剑石哦 其实这三 这三张牌代表着 我觉得当初你们会分开 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其中一方其实还蛮决绝的 就是觉得感情上 已经索然无味了 所以就算 心里面还是觉得有感情啦 可是 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应该说感情也淡了 然后觉得也走到一个该结束的一个状态下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 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会有还蛮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对你还是抱有一些感情的 可是他会觉得你处理感情的事情 跟处理感情的状态是比较强硬一点的 再加上 好了有点绝情啦 我觉得他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宝剑石出现在这边 会觉得说 他当初跟你分手的时候 你的反应跟你的态度 他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绝情 他有受伤 他心里真的有受伤到 然后对他来说 他并不是生气 也没有讨厌你 他对你没有那么多的不满或不开心 他只是觉得你可以 可以处理的更好一点 可以不要这么样的 冷静 好了 我觉得你当初 至少在他的眼里所看到的事物是 他觉得你在处理之前这段感情 或者跟他之间的互动上 好 即便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 他也会觉得你的突然消失 让他有一点受伤 他觉得跟你之间就是 你什么都没交代 然后他对你其实 带着还蛮多感情的 可是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 不管你们有没有在一起过 他都觉得这样子的结束 对他而言是很伤的 因为对于一个抱着对你还蛮多喜欢的人 就是他其实很喜欢你啦 可是你在处理跟他之间的感情 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你的处理方式让他觉得你太绝情 所以他自己会觉得很受伤 那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感觉 我们今天讲到塔罗牌上面讲的都是对方心里面可能没有告诉你 但是他自己就这样感觉 也许你觉得不会啊 我已经该做的都做到的 可是对他来说 他就是觉得你很绝情 就这样 那现在的他怎么看待你 有没有想念你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想念你的哦 圣杯二这张牌 其实他其实还是会想要跟你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往来 有一些多一点的这种 至少打个招 哇聊聊看最近大家过得好不好 可是在一个理智的状态下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主动跟你联络 或者是就算跟你联络 他大概也讲不出什么话来 他会想到以前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特别是你对他做过的事情 所以他自己就觉得说 对他是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想要跟你来往 可是理智一回复的时候 那个冲动就会被压下去 他就就让愚者逆味就是 告诉你 他其实在一个回复理智的状态下的时候 他就没有打算要跟你有什么太多的往来 因为他觉得 他就又会勾起之前那个创伤了 他就会觉得很难过 所以他就不太容易会有一些行动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一的逆味 他就不主动 他不主动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当他回到一个理智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跟你在有什么互动 我真的是笨蛋 我才会做这种事情 你当初伤我伤得这么深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 为什么要我主动 为什么不是你主动 好 那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又会觉得说 你真的不太主动跟他多说一些什么 这张钱币皇后逆味就是代表着 至少你们分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做的某一些事情 在他眼里面看起来都是属于你很被动 你对他好像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状态 所以他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所以和你在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假使你们还是有互动 他内心的感觉都是觉得 你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所以他也不想再去提过去那些事情 所以他就更加的不主动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张钱币石的逆味 还有这张权杖期的逆味 在这边的时候 有一部分上 就是他不想要主动跟你有一些互动的另外一个原因 使他不想要再引起某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特别是权杖期的逆味 还有钱币石的逆味 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他其实在面对到你的时候 他会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会感觉到害怕 然后如果说他主动讲某一些事情 他又怕挑起跟你之间的不愉快 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当初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让他这么受伤 当然有时候我知道了 可能是对方心里就是属于比较脆弱的那种 心 所以他就会 可能会放大某一些你当年做过的事情 或你当初做过的事情 让他到现在为止都觉得 很不愉快 很不安心 看到你就有一点害怕 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相处 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 他觉得当初被你伤得太深 到现在为止都还有那个英语在 然后 他自己会觉得说 如果你 如果他自己的反应太过直接强烈的话 跟你之间一定又会 有一些吵架 有一些不开心 那就会更不愉快 虽然他心里面还蛮怀念当年 或当初 跟你的那些良好互动的事情 可是只要一想到你 做过的某一些事情 我还是要重申一件事 你自己可能觉得你做过的事情 没有什么 可是有时候 对对方来说 他就觉得很严重 有些时候在两个人之间互动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情形 简单来说就是 有时候我也常常遇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做了某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好 蛮正常的合乎逻辑 可是在对方眼底看来 就会觉得 你好残忍 可是这种东西是属于每个人的内心当中 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跟 这跟每个人成长过程也有关系啦 所以我会觉得 你不要觉得 你今天做这个占卜 到现在老师都在骂你 我没有骂你的意思 我们讲到的是对方的感受 对方的感受好不好 跟你做的好不好 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 有时候你好人做尽 他还是会觉得你做的不够好 这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提到的是 你心里想的这个人 其实他就是觉得 他当初受伤很严重 就不管你当初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觉得很严重就对了 所以这个跟他的个性有关系 好吧 我没有骂你的意思 我要先讲清楚 好 那我觉得你们到最后就是 可能不见得会再附和 但是我觉得会把某一些事情讲开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保健二人逆位 权杖二人逆位 还有圣杯酒 这其实都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们至今会有机会 可以再碰到面 再聊到天 然后把当初的一些事情 一些不太愉快的东西 就大家都说开 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啦 就是保健二人逆位 跟权杖二人逆位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巧合 还有某一些场合 跟某一些一定会碰到面的地方 是你们两个躲都躲不掉的 所以我觉得早晚你们会再碰到面 会再聊到天 然后会把一些事情说开 然后两个人其实会相处得还蛮快的 圣杯酒不是一张会在在一起的牌 因为我们还是要看跟另外两张的搭配啦 可是圣杯酒在这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和你之间 你会把某一些过去的不开心跟不愉快 或者是一些误解 给讲开来 他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了某一些事情 对他来说伤害很大 然后我觉得他会接受你的解释 他会听你的解释 因为最后一张牌是圣杯酒 所以他很清楚的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过程 这个不愉快 这个当初的难过 你要记得一件事 炒罗牌里面保健时 有一个很强烈的讯息 就是他是一个撕心裂肺的难过跟痛苦 所以对他来说 当年可能走到了一个 有点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感觉 你要体会一下 他当初有多么的悲伤难过跟无奈 而当他跟你之间有一些互动 他如果慢慢的了解 你对于某一些事情的想法不是那样之后 他才会走到这个圣杯酒的地步 所谓圣杯酒的地步是指 哦 我终于理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你不是那个意思 原来是我误会了 等等之类的这种东西 是他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让他去内在内心当中慢慢的消化 他才有办法去跟你再重新开始当朋友 但是我们这边看到圣杯二 代表他对你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余情未了啦 所以他才会愿意去跟你把 很多事情讲开 但是绝对不是他主动 如果你希望跟他把关系弄得好一点 可以走到圣杯酒这个状态的话 那麻烦你真的得要自己去跟他讲清楚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边有两张二 而且都是逆位 代表的是你如果不主动一点 那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僵固的不愉快是没有办法打破的 你如果要打破这些僵化的东西 这些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可能造成他内在的伤害 你要让他 我觉得这不叫弥补 至少是你要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或者是你要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当你能够跟他好好的去把这些不愉快不开心给解决掉 通通都讲清楚了之后 那我相信你们之间的一个互动才会变得更好 圣杯酒 因为我们的占卜其实我觉得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之内 你们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复合 但是讲开了之后至少可以当好朋友 未来是慢慢会有机会的 如果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都还有想法的话 我觉得再要多花长一点的时间才有办法去 把某一些伤痛跟不开心给处理完 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希望的 只是不会这么快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用爱的序与占卜卡 来看看这个宇宙给你和他的讯息 好 看到这三张讯息 你有吗 有没有一种 好像刚才老师都讲过的这种感觉 行动胜于空谈 用行动表达你的爱 如果你对他还是有一些感觉 想要跟他去把感情给重新修复的话 你要行动 因为他很难行动 他真的被吓到了 所以 他不只是被吓到 他当初应该真的伤得很深 很难过 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行动必须胜于空谈 就是用行动来表达一下你对他的爱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修复关系 你就必须要主动一点 好 原谅 如果仅仅抓住过往的伤痛什么也得不到 我是不知道你们之前到底弄得多难看 但是至少对他来说他很难接受 或者是你有你的原因 但至少你必须要原谅 而且原谅这件事情 有时候不见得是谁做错什么事情 比如说过往这段时间当中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都不主动跟我联络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有时候你不觉得你做错什么 但对方不跟你联络 你就会觉得他对方做错什么事情 可是 有一些伤痛基本上是过去的 你也必须要告诉他说 有一些事情 你并没有要造成他的伤痛跟难过 希望他可以原谅你 我觉得很多事情 这是一个 感情这种事情要 用心去体会对方的感觉 如果你体会到 他当初的痛苦跟难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也许我当初这样做 我觉得没什么不对 可是 可是如果我可以做得更 圆滑圆融一点 说不定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让他原谅你 也是很重要的事 聚焦与爱 从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 发觉到他正向美好的特质 其实有时候 在看这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聚焦与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 你会爱上某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都是因为他身上的美好跟正面去 盖掉他所有负面的事情 在他心 在你的眼里面 你会爱上某个人的时候 通常他都是完美无缺的 当然缺点会慢慢浮现嘛 对不对 可是回过头来啦 如果你希望要跟他能够再度的回到一个交往的状态的话 你就必须要看他正向美好的特质 他有什么特质是可以好到你愿意 不在乎其他 比较没那么好的事情 你就是为了这些很正面的东西可以跟他继续在一起 发觉一下你愿意为他付出爱的理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而且你去看他正面美好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他可能没有你当初觉得的那么的不好哦 那当你开始感受到他的好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 还有你的态度也会比较软化一点 那感情也比较容易会有复合 或者是会有发展成在一起的机会 好不好 好的这就是选择粉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如果你是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拿到的这12张牌哦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七 钱币三的逆位 还有权杖国王逆位哦 我觉得在他心里呢 你跟他的这些过往 在过去的这些事情当中 第一件事情是他觉得 我觉得他主动放弃你的可能性 是很高的 就不管你们最后怎么结束的 但是他心里面是主动放弃你的 他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他自己对你 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他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情 他自己内在也还蛮知道的 而且他觉得在你身上 他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钱币三这张牌上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说至少钱币三跟权杖国王 都代表一件事 就是他其实觉得没有办法 从你身上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 好了我觉得就是一种 对你其实缺乏了热情之后呢 他就觉得跟你之间好像 感情就变成很空反 而且没有什么让他可以 想要持续跟你继续下去的理由 而且我不管你觉得知道或不知道 就是当初你们两个在分开 或是没有联络之后 没有到之后 就是他一边跟你没什么联络的时候 他其实就开始发展某一些新的对象 钱币七这个部分上就是 他有偷偷在发展别的对象 只是他可能应该没有让你知道啦 让你知道应该会很生气 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有别的对象 在当初就是之前你们会分开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对象不是你 导致你们两个分开的原因 是他其实就觉得跟你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能性的时候 在他想要跟你分开的决定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决定要跟你分开 然后他觉得跟你之后 也不会再继续有什么往来的时候 好了讲白一点 就是他觉得他不爱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准备要无风接轨了 OK那只是这件事情呢 他就是不会跟你讲 他也没打算跟你讲 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 这都不重要 反正对他来说 当初的结束就是一个结束 然后至少在结束的当下 他对你是没有怀抱太多的 感情的一个人 现在的他其实 很多时候他自己 并没有特别想要去弄清楚 对你之间还有没有感情 他其实没有特别的不喜欢你 他就觉得也没有特别想要 跟你再有什么往来 我们看宝静二这张牌的时候 他其实觉得有时候 跟你联络也好 没有联络也好 我不能说他很想跟你有联络 因为至少在这一组里面 他真的没有很想要跟你联络 他觉得跟你联络太多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性 而他会这样子的有 而他会这样子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 他自己还蛮努力在他的工作上面 前面8A这边代表的是 他觉得他只要好好的在他工作上就好 他目前并没有想要跟你有什么感情上的发展 而且这张牌其实在这边也讲到 就是如果他有对象的话 他会就是用心在他目前的对象身上 他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想法 最主要当然还是工作为重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教皇牌 就是你知道教皇牌出现在这边的时候 他面对你的态度就很清楚 就是没有感觉 没有爱的感觉 我说的没有感觉是那种 就是感情这一块上面 他就是 有一点平 就觉得说 看到你就朋友啊 就 没有打算跟你再有什么感情 而且教皇牌是一张 他觉得就对他来说 对你应该很难 有什么太大的情感 看到你就有点像是看到什么 和尚啊 礼姑啊 神父啊 修女啊 这种神职人缘 就很难对你有什么感觉 或感情 然后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生命当中可能也有出现其他的对象 就是 就算他现在单身 他也跟某一些对象之间会有一些互动 身体上的互动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反正 对他来说 他有他自己现在的生活 那他对你的感情 其实是 已经真的是兴趣缺缺了 就是 钱币五就代表 他其实 那如果你是需要他帮忙的话 他会帮你忙 就是 基于一个朋友 或是曾经是很好的朋友 或曾经在一起过的人 他愿意帮你忙 对他来说 他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他会关心你 但是那个就像是一种 对朋友的关心 他并没有特别超越过什么样子的一个 感情界限 他就是 在爱这件事情上面 他就是把你当成他的一个过去的朋友 然后 我们可能曾经在一起过 所以我觉得照顾你一下 我OK 可是 要回复在交往状态 是有点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这张 圣杯三 圣杯三有两个含义在这边 第一个 讯息就是说 他自己本身其实 社交生活也还蛮丰富的 他可能 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就是 他同时会有很多个对象 做选择 他可能没有 特别决定跟谁在一起 但是 至少他在 跟这些人来往的过程当中 悠游自在 很开心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 觉得最多你就是他的选项之一 但不见得会是最后的选项 他可以跟你很开心的 吃吃喝喝聊聊天 可是他不会想要你 这么快速的又回到他身上 回到他身边 变成他的一个 感情上的一个首选 所以 对他来说 为什么我们最后会看到这三张牌 我们看到保健国王逆位 恋人牌逆位 跟前壁酒的逆位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对于他来说 在情绪面上面而言 他真的没有什么打算跟你 在有感情上的一个再成长 因为我们恋人牌的逆位 在这边的时候 通常我讲一句比较直接一点的话 就是他真的不会选你 他的选择上面 你都不会是放在首选 就是说如果他 想要跟谁有一些聊天往来的话呢 你不会是第一个选择 比较容易变成是备胎 但是当然你们也分开很久了 他其实真的找不到人 他才会找到你 对他来说你不是第一个选择 另外我们看到 保健国王的逆位跟 跟这个前壁酒这两件事情上面来说 第一个点就是 我觉得他喜欢的口味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到前壁酒逆位来说 就是你不再是他喜欢的型 可能在你跟他分开之后的这段时间当中 他自己也想通了很多 他大概知道说 你不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他现在挑的类型 大概都跟你长得不太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把你列为首选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不再是他的菜了 简单来讲就是你不再是他的菜了 所以对他来说 他并没有特别想要跟你有什么 在一起的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点就是 对他来说 保健国王这张牌其实还蛮重要的是 他现在不见得想要跟某个对象固定在一起 因为恋人牌也有这个意味在 就是如果他现在是单身 代表他现在完完全全 没有想要跟谁有什么感情上的一个固定关系 好 怎么说呢 就是 好了 这张圣杯三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现在自己本身就是 处在一个他自己自得其乐的状态 他不管跟几个人 有感情上的互动都好 有肉体上的互动也好 因为全唱其实真的 有时候有这种肉体互动的感觉 但这两张在一起就是 他现在玩得很开心 而且他现在就是不想被谁拘束住 他 他就是不想要跟谁有一个确定的交往关系 就对了 他可以玩得很开心 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到这张 钱比起 他其实 从最一开始我就告诉你说 他在跟你决定分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打算要无风接轨 他就开始去认识其他人了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至少陶罗牌上面 我们听到的讯息 看到的讯息就是这样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 我讲白一点 就是他不甘寂寞 而且他现在呢 不觉得你是他的菜 我们刚才有讲到 所以就算他要找人陪他 玩一些恋爱游戏 上床什么之类的 他也不见得会把你放成首选 就是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可以玩玩的对象 对 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可以玩玩的对象 我觉得他在他心目当中 他觉得 至少你是一个 可能在感情方面 需要好好对待的人 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做 所以他也不打算这样做 他就觉得 反正呢 我要玩玩我也不会找你 因为 他不想要把你拖进去这种 游戏当中 因为毕竟我觉得 之前的感情互动上 还有跟他的一个互动感觉上面 他就已经很清楚一件事情 是你不适合玩这种游戏 你也不是可以跟他玩这种游戏的人 所以他心里相当的清楚 然后宝剑国王逆位就是他现在玩的完全全 就是一种 我没有打算要定下来 没有 完全没有 他就是没有要定下来 他就是想要玩的开心 所以至少在 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当中 就算他要找对象去陪他玩 他也不会选择你 因为他不是你不好 真的不是你不好 他 有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这张的教皇牌 常常有时候我们谈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高道德标准 有时候他会觉得 你就是一个 有一点完美的存在 就是说 你对于很多道德标准的事情上面 你是卡得很严的那一种 你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就应该要怎样怎样 所以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那对他来说 他现在想要的就是 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把你列为他 玩乐的一个选项 简单来说 就是他很尊重你 他也知道 你是一个 不会走这条路的人 所以对他来说 就算他想要找某个人去玩 他也不会选择你 因为他不想伤害你 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是 他很清楚你 他懂你 他真的懂你 他是一个懂你的人 所以他知道 你不是可以陪他玩的那种类型 一方面来说 我们从好一点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也是在保护你啦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爱的叙语占卜卡 来看看这个宇宙 我给你的讯息 关于你跟他的感情的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原谅 若紧抓住过去的伤痛 什么也得不到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原谅他啦 就算你当初 有些人可能选到这一组的时候 是当初就真的已经知道说 他有劈腿的嫌疑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你就原谅他 有些事情就是 你去抓住过去的伤痛 对你来说 也不会比较开心 不管你有没有想要跟他继续在碰面 其实都不重要 就是你就让他过去吧 原谅对方是放下伤痛的一个方法 如果过去的他带给你很多伤痛 那我会建议你真的 如同这个讯息所说的 原谅他 放慢脚步 假如你的情绪已经开始激昂 代表你已经操之过激 请放慢脚步 让事情自然展开 其实会来做这个占卜 通常也许你就是想要知道 跟对方之间还会不会有发展 可是真的不能急 他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部分 就是他现在还处在一个 他自己玩得很爽的状态 你越急只会把他推得越远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跟他 有在在一起的状态的话 放慢脚步很重要 你必须可能至少要等他玩到不想玩为止 那要多久就要看个人啦 这真的是不太清楚 好 来点亮你的心灯 此时请让自己回想反思 你曾经经历到爱的那些时刻 有时候你会去回想一下 你过去跟他为什么会分手 假设你们在一起过劳 那就算没有在一起过 只是暧昧过 或是有一些互动过 为什么会分开 你去想想他的为人处事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跟你 长久走下去 有时候人跟人的缘分就是一个短期间的激情火花 或者是说相爱容易想处 有时候他想要的不见得是你能够给他 或者是你愿意给他的 像他这种喜欢自由的状态 我觉得对你而言是不太容易在这个时候 给他同样的东西 所以你回过来去看你的心 在当初面对他的时候 也许你就会知道说 当初跟他分手或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到现在为止看到现在的他 可能你更会觉得 嗯对 我们其实也许还是不要继续在一起会比较好 或许你就可以放下他去 去找寻另外一个新的对象 我觉得至少啦 去回顾一下 去看一下他是怎样的人 那你呢会慢慢的去了解到 或许原谅他 放下他之后 找一个新的对象 会更容易 也就是你不再去思考 跟他过去的事情 不再去想到他之后 你就可以有更开阔的一个世界 好 最后是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你们所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